武统最高理事相信在党不会发起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没有实力 详细内容请看1月28号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寝龙 国会下院即将在2月委复会 首相安华日前就嘲讽在党没本事在国会发起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 而如今武统最高理事阿摩马斯兰也相信说 反正党不会发起不信任动议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实力不够数 根据《阳光日报》的报道 阿摩马斯兰表示 在6名土团党国会议员表态支持首相之后 反对党所谓的导团结政府人数就愈发减少 而且有传还有10位土团党国会议员将宣布支持安华 也是公共工程部副部长的阿摩马斯兰认为 土团党的国会议员如今去支持安华 是因为不相信自己的政党 而他们也有提及土团党总裁慕有丁 应该停止职务 霹雳州大臣沙拉尼今天在霹雳州团业政府代表大会之后表示 他和西蒙霹雳州主席穆加西在政策性演讲当中 明确传达了向前看不回头的默契 巩固团业政府至少到执政届满 以及准备同步衍生到第16届全国大选的阶段 而接下来的4年里头 他们需要加强人民的信心 尤其是国盟选区的马来人以及穆斯林 并且希望让所有的无意对团党政府产生信心 沙拉尼也提到了过去一年多以来 有指控团党政府威胁伊斯兰和马来人的事件 但他证实不曾在他领导的霹雳州行政议会发生 也没有出现威胁穆斯林和马来人行动的事件 另一方面西蒙霹雳州主席穆加西指出 如果说之前人民还没有感受到团结政府的团结 今天的团结政府大会就是要营造一个新层次 也就是团结浪潮 他相信今天大会结束之后将成为一股力量 下放到基层当中 马来西亚测绘局预测 2050年西马半岛许多地区将低于海水平 对此负责领导国家天灾委员会的副首相阿姆扎西提醒 别以为还有很久 2050年距离现在只有26年 如果不采取治理行动 受影响的地区将沉入海地 阿姆扎西今天在巴雅纳度 为一座宗教中学新广场 主持动土里的时候说 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了巴雅纳度 因此如果政府没有治理 到时候整个巴雅纳度区将变成大海 阿姆扎西也说 他们看到近西柔福和多地开始面对水灾问题 一些低洼地区会在26年之后面对有关问题 他希望无论日后哪一方指正 政府都能够注重防范水灾工作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近在眉睫 大马羽球传奇李宗伟盼望 球员们做出牺牲 因为人生没有多少个奥运会 李宗伟之前因为评论球员们 在错的时机放下 导致成绩不佳 而被部分的网民抨击 他昨天晚上出席大马蓝总新春联谊晚宴的时候 再次被问到有关问题时表示 自己纯粹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经验 并没有恶意 作为三届奥运银牌得主 41岁的李宗伟希望球员们可以牺牲几个月的时间 分秒必争的备战奥运会 他提醒 2024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除了7月巴黎奥运会还有多个大赛 那么大马选手在早前的大马公开赛的整体战绩不太理想 因此他希望接下来球员们能够成功反弹 初天前彭横金马轮下起连绵大雨 以致河水泛滥 靠近河边的花园被河水淹入 毁掉将近一英亩的年花 花园主刘建龙的花园 距离甘巴拉热59英里的土崩灾场 大约3到4公里 他表示垃圾核桶阻塞水流 加重河水泛滥 它的花园接近水闸 所以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河水冲入花园淹到大约2到3尺高 根据刘建龙所说 河水毁掉将近一英亩的菊花园 损失难以估算 他们现在忙着抢救其他能够用的菊花 因为土地被河水淹过 里面掺杂许多化学物等等 如果不赶快说的话 那么叶子就会变黄 因为部分菊花被毁 顾客所定的一些菊花品种和颜色 可能会缺货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